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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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用力搓 大概洗個兩三次這樣子 因為這樣子營養比較不會流失 然後我們有照新米跟舊米的比例這樣子 因為我們家自己也是重道次的 所以我們大概就是這樣子 今年年夜的經驗把它抓出來 其實我從小家裡就是務農 在大概三十年前四十年前的台灣 每個人一年要吃掉一百公斤的白米 可是現在卻吃了四十五公斤不到 我把它定義是市場在消失中 所以我們用這樣的一個空間 讓這個不差天的工業 能夠繼續創造效益出來 我們也有把這個倉庫改成了這個餐廳 結合了這些社區的媽媽 透過他們的好手藝 可以介紹我們的好產品給客人享用 這個是燙青菜 因為現在的人比較注重養生 我們也不要用那個大火快炒了 他們這個組織叫做甜媽媽 就是我們農會輔導的家政班的升級 這幾位媽媽都是我們客家的媽媽 這像是大公斑的概念 但這個原來是甜蜜什麼法 這就是早期我們甜蜜在割道 或者是說在擦秧的時候 那我們都要把飯拿到甜蜜去給老公先生 以前我們小時候有去幫忙的話 我們也是想說今天不知道會送什麼菜飯來啊 我們晚工辦除了保留傳統以外 也希望朝著這個現代化的飲食 我們的甜媽媽標榜的是食物里程歸零 那對農民來講 那它的獲利空間也會更好 其實媽媽身上身懷絕技 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方式 透過媽媽的好手藝 也把我們的米跟這裡的很多食材 能夠尋銷出去 當大米不再種了 那將來這些田地變成了高樓大廈的時候 你要恢復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希望農業能夠永續地經營下去 但是永續的過程中間 你必須考量的是農民的生活 美國學校其實它更深刻的意思是 未來市場的建立 市場消失了農夫就不再有價值了 一顆小小的米粒 真的可以養活全中國人 這是一個很偉大的東西 各位觀眾朋友 我們知道 我們要多用來做一些 争取的解釋 我會想認識我們 今天我們可以做一些 課程的解釋 我有多用來吃